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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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要留下一些记录 而这些记录不是为了我们 是能够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记忆 刚才共三楼是一个理想 是一个目标 但是也是一个因缘 日本著名的建筑师 未然物性 他到宏甲来给一场演讲 我觉得他的理念很谦和很温润 不是那种要盖不得了的高楼大厦 那一次的感动流的 直到我们正式取得水南土地了 冯甲的呢 这也是因缘 因为水南机场 就在冯甲大学的隔壁 在二战的时候 曾经是日本神风特工队的基地 那是为了战争 现在它变成一个学校大学的用地了 那正式代表 从战争到和平 教育的基地 这是有意义 我把我的想法 我的理念 跟他说 我说这个叫做春雨计划 Spring rain 教育叫春风花雨 如春阳之温 时雨之温 我不是要一个地标 我要一个给所有进到冯甲大学来的学生 都有一个好的善的美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跟生活的环境 那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非常认同 居然在第一次我们就握手 我就跟他讲 It's a deal 他说Yes 这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设计到规划 到现在施工 而且这个中间又经过Covid-19的三年 真的是很挑战性 这是一个只有两层楼的建筑 但是我觉得它很美 它真的就是我们所命名这个大楼的名字 共善 那为什么叫做共善呢 是要人跟人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友善 同时也是对环境的友善 于是这是一个方圆五十里最矮的建筑物 我很佩服温元吴先生 它设计东京奥运组管厂 这么大的建筑物 也愿意替我们冯甲大学设计这样一个新的大楼 跟新的校区 而且我们的绿地比建筑物还多 这中间来来往往 我们的建筑规划小组 应该开了三百次的会 日本人做事情的敬业 每一次他都亲自来做讲座 我也亲自接待 所以这是积极着期待的 期待未来五十年一百年 在这个空间在这个土地上 能够给学者们共享共善的一个空间 在里面可以学习也可以生活 这并不是一个空想 我们投入了几十亿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尽分力了 凡是我们都有目标有理想 日后的学生们能够学到这个精神 出来到社会也能与人为上 我想这应该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吧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共善楼 小组 在共善楼 小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